好 花莲县政府近年来与中央合作分期分年 逐步改善花64线的瑞港公路灾富路段 那么逐渐提升道路环境的品质 不过魔鬼藏在细节当中 沿路排水沟都塞满了土石或是杂木 以至于雨水冲刷烟路造成灾害 那么现议员林玉芬接获村民的村长陈琴反应 也即刻会开来提案 要求相关单位注意协助清除保持排水沟的顺畅 避免酿成灾害 花64线瑞港公路近年来在县政府与中央合作 分期分年逐步改善灾富下 早期逢雨避断的灾害路段 路况交通安全也获得提升与改善 部落居民或泛州业者也给予肯定 不过魔鬼藏在细节中 接获村长反应的现议员林玉芬也即刻提案会刊 找出问题所在 受沙利值地层条件因素影响的瑞港公路 只要逢雨冲刷必成灾 村长蒋国雄指出 沿途仍可见大小心旧的冲刷痕迹 土石杂木冲刷而下 布偏布也就全塞到公路排水沟里 雨水四川蔓延造成灾害 建议员林玉芬也要求相关单位注意 必要时能全县清雨整顿 保持排水畅通 不然呢 因为我们入 这花很多钱 不如花这个小钱 每年就是让它很干净 清雨的很干净这样子 水可以有水入这样 要不然以前那个水都是往这边流 有这我跟公共同园会来啊 他们也很生气啊 市区入秋连日来好大雨不断 县议员林玉芬邀及县政府 施工厂商以及村长等人共同会刊 针对瑞港公路排水沟 集水排水设施与效能 提案建议改善 虽然经费有限 不过仍获得县政府 施工厂商的正面回应 在近期内协助清雨整顿 避免大雨一来 造成既有公路设施 更严重的虫刷破坏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